在運通 台股直播室成功 每一次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禮拜一 禮拜五 我們一起來觀察台股 今天的一個開盤 那所有會員 會員朋友 包括LINE AD的好友 因為在上個禮拜 有蠻多不管是觀眾 或LINE的好朋友在詢問 就是說針對PSY 因為很多朋友過去沒有接觸過 你說那可不可以提供 非會員做個參考 所以歡迎所有 不管是我們台股直播室的 本位觀眾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好友 你可以加入我的LINE AD 在這個禮拜我會貼在上面 就是說把早上發生的一些案例 跟大家做分享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台股 台股找盤開盤 小跌那麼稍微跌幅大約在 0.3到0.4個百分之間對不對 那為什麼 其實我的看法 其實就是因為日本跟南韓之間 那理論上台股 台股是受益者 也就是說 日韓兩國 那麼日本針對南韓在高科技的一些原材料部分 射線 那相對的最主要 第一線針對像南韓三星等等等 最主要是在記憶體的部分 所以我的看法今天因為應該是針對台北股是相關的 我的看法應該會表現滿不錯的 就是針對類似像像華邦電這些類股把重點稍微去觀察一下 台股理論上是正向受益的 那面對這個結構 可是台北股是必進 目前跌幅大概 小跌幅度不大 跌37點 那面對台股接下來該怎麼做觀察一樣 從幾個角度 我認為還滿不錯的 真的滿不錯的嗎 真的 來 我們看一下這裡 先從這裡做觀察 來 我們先看這張圖 其實就可以了 各位請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是從去年的9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一直到禮拜五截止 就是說我們把四個商品 那這個四個商品裡面當然最主要 台股澡盤小幅度下跌最主要是因為日經指數 日經指數不就在於跟南韓之間 針對記憶體的部分 把它射線 那射線最大受益者 當然是台灣的相關類股 你就樂觀 你今天針對這些類股 我覺得你會有不錯的一些收益 也就是針對商品價格 突然之間的急跌 可是它是受益的 那這些個股在接下來我的看法 本週表現會非常的強悍 我們先看這張圖表 這張圖表是從去年的9月 為什麼要從9月 因為是去年9月 美國總統川普針對大陸的關稅問題 提出了他要增加他的關稅 一直衍生到上週五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四個商品 稍待我們再來看台北股市 跟南韓的CUSB跟日經做觀察 我們首先先看這張表格 分別有四個顏色好不好 這裡我們從兩個角度來看 一個是從9月份 一個從元旦 從兩個角度來看 那你可以分析出 可以觀察出 接下來面對台北股市 你該怎麼去把握 接下來的指數的一個波動 首先我們先看 這四個顏色裡面 最上方紅色的 叫上正指數 第二個藍色的 叫道琼工業指數 第三個綠色的 叫納斯達克 第四個黑色的 也就是我們台北股市的 加權指數 整體上我們去觀察 從去年9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也就是在中美貿易的一個 產生的摩擦以來 到目前截止 這四個商品 它的走勢到目前總共 確實就走這樣子 所以也不需要猜 你就靜靜的看著它 各位一定告訴我 從這裡面我可以看到什麼 可是從這個裡面 你就有很大的收益 你要看什麼 看比對好不好 去比對它的一個乖離 從這個乖離裡面 我相信你會有很高很高的一些收益 首先再講一次 紅色的叫上正指數 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叫藍色的 藍色的K棒叫道琼工業指數 第三個叫綠色的 綠色叫納斯達克 最後一項 我們叫加權指數 把這四個放在一起做交叉比對 比對完之後 你就放上去對不對 比對完之後 我在加權指數 總共分別在九月份 以及在十月初 在接近十月底 在五月中到目前截止 總共我會分別在 一二三四 總共畫出這四個位置 以及現在 一二三四以及現在 也就是說我們長期去觀察 從去年九月到今天截止 台北股市總共有 凡這一次有五次 凡今天 凡上個禮拜 我跟今天 總共有五次跌落在 上正 道琼 以及納斯達克的下緣 可是這五次呢 也就是說當他落後 其他這四項商品之後 接下來他一定爬回去 他一定跌倒回去 他不可能會跌倒回去 這也是為什麼 你去看上個禮拜 你看央行不有公告嗎 對不對 就是 國外資金的一個 匯入匯出的狀況 在上週 外資是淨匯入的 你說淨匯入 淨匯入 不然錢匯去放定存嗎 不是啊 敢有這麼強的 他就放在美國就好了 他幹嘛要匯來台灣 如果為了賺定存的利息 他不需要把錢匯來台灣 我這樣說沒有對不對 你也比較認真一下 所以你就看著 那是事實嘛 不是 第一個我跟各位分享 第一個因為 我做這個工作這麼長以來 我不是 我不厲害 再講一遍 我不厲害 因為我根本就猜不到 我也猜不準 我肯定猜不中 既然我猜不到 猜不準猜不中 所以我就不猜 因為我猜不到 那我猜不到 我猜他幹什麼 所以我猜不到 各位 我們在節目上跟各位分享的 都是 我把真實的一些交易數據 或者它的一個趨勢行進 跟大家做評價 那你自己 就靜下來看 讓自己擁有 不受外界干擾能力 那確實就是說 從去年 在中美貿易的摩擦以來 到現階段截止總共 台北股市落後 道瓊 納斯達克上陣 總共 12345 工庫便 但是呢 我覺得你的機會來了 你知道嗎 這是從去年9月到現在 那我們把它放大好不好 看元旦到今天 也就這一波的一個多頭上來 然後修正 再走一個好像是正向的行進 對不對 我們接下來把一月份以來 到今天再把它放大 看這一塊 大家比較清楚 不好意思 我把它放大 一樣 分別有四個顏色 綠色的叫綠色的 綠色 最上面 如果從元旦來看 到目前為止 全球這四個主要的商品裡面 最強的叫納斯達克 叫納斯達克 所以呢 我感覺針對台北股市 我隨便舉一檔股票啦 抗傲也看類似這種 類似喔 我不是跟你說花瓣店喔 你抗傲也看 記憶體相關類股 這樣知道嗎 就是 日本跟南韓跌越重 然後你就看台北股市 先看第一個標的啊 你看 這些半導體類股 它怎麼走 那如果它越走越強呢 你就發了啊 你就發了 好嗎 所以我們來看 第一個 從元旦到目前為止 現在已經進入7月了嘛 對不對 也就是說上半年已經結束了 現在邁入下半年 那麼呢 今年 今年喔 2019年以來 表現最強的 叫做納斯達克的疫苗 這是事實 你喜不喜歡都沒有用 你看空 那也沒有辦法 它就是最強 那怎麼辦呢 第二名 叫上證指數 第三名 叫倒窮工業指數 第四名 叫加權指數 來到這裡 各位會說 台北股市為什麼表現比較差 送你四個字好不好 好 你不要妄自菲薄 我說一次 你看 台股比較差 可是 你靜靜的看著它 你知不知道你要大贏了嗎 我會大贏 你絕對大贏 你說我該怎麼贏 你也比較認真一下 來 這個是日K線圖 好不好 你靜靜的看著它 怎麼會做不贏 你也比較認真耶 好 我在這裡 你進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看黑色的就好 其他不要看 你看黑色的 現在是不是在這裡 真的事實就在這裡嘛 然後你把 這個 紅配綠藍與黑 說了說了 說幾半年了對不對 紅配綠 紅叫上證 綠叫納斯達克 紅配綠嘛 藍與黑 這不是藍嗎 我不是跟你講 從前的小說 這個叫 道窮工業指數 這加權 是不是藍與黑 好 你就看藍跟黑 那藍跟黑呢 這個差距 叫六個百分點 六個百分點 這樣可以嗎 然後你就看 你要靜靜的看 這個叫藍 這個叫黑 這個藍跟黑 是不是碰觸在一起 沒有錯啦 這裡到這裡 是不是玻璃 如果以稻窮當作標準 軌道 這裡跟加權 這個乖離 是不是比較大 然後再回過頭來看這裡 這兩個藍色跟黑色 又不是接觸在一起 就是說它不乖離了 所以呢 你就從這裡起點 從元旦以來 看到今天 總共 我們去觀察 台股跟 道窮 最大乖離 在幾個百分點 六個百分點 就是這裡 這裡有看到嗎 跟這裡 就是說 道窮 你去 你去 台北股市也在 也在漲 可是呢 奇怪 越漲的幅度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可是當它擴大到 六個百分點 它就開始收斂 它就開始收斂 所以我們來看目前 目前 台股跟道窮的乖離 一樣 如果以今年以來 一樣來到六個百分點 來到六個百分點之後 接下來呢 肯定會收斂 一定會收斂 然後呢 該怎麼收斂 那麼稍待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後跟大家做分享 A++智能演算 六大安全公式 三十年來 城市交易大躍進 A++智能演算 建議先與服務人員聯繫 0800-555-8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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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撥打 0800-555-808 0800-555-808 0800-555-808 依洗前防治法規定 每位旅客出入國境 攜帶超過新台幣十萬元 需向海關申報 如未申報 超額部分 將由海關沒入 若申報不時 也會將超過 申報部分沒入 如時申報 則會退運超額部分 除了新台幣 您還能使用其他支付工具哦 每位旅客出入境 攜帶新台幣限額十萬元 106年6月28日起 超額攜帶請如時生 各位朋友大家早一樣 我們剛剛在節目一開始 就看了看 看 看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長 看了華邦店 然後現在我們再補充 看一檔叫望紅 就觀察一下 我說一次 我沒叫你賣了 你就做 你就今天到目前為止 你就應該 應該啦 從剛才到現在 你應該已經贏50點了吧 小明明已經贏50點了 你看沒贏50點 我也沒辦法了 來 加權指數107.65對不對 好 來看著他 怎麼看 107 757 好不好 今天加權指數 主要的關鍵 叫10757點 也就是說 就是今天 禮拜一 加權指數 除非 它跌破 7 5 7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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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在做什麼 本來就有對有錯 你要給自己一個底線 那你的底線 比方說你買賣股票 有些分析師會跟你講 我們停損設10% 對不對 10%就不要設了 買股票停損設到10% 你學會買什麼意思 你老師學會做什麼從業人員 理論上 停損應該要抓在5%以內 你落到10% 你已經沒辦法停損了 你知道嗎 你100萬現賣就了10萬 你就賣不下手了 所以理論上 你在鎖定股票投資操作 應該停損設在5%之內 不應該超過5% 幾%我沒有意見 那麼至於指數的部分 你就以今天的關鍵 今天關鍵叫10757 也就是說如果加權指數跌落757 那你就保守 沒有破757你就樂觀 你今天上次沒有也會贏50點 你說我贏50點 你怎麼可能贏50點 這樣贏50點 我不知道 你自己用眼鏡看了 各位LINE的好友一樣 各位好友來看一下 這個叫手機了吧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禮拜五 我們的研究報告 是不是這一張一模一樣 好了 是不是這一張 7月5號禮拜五 那今天因為是禮拜五 也不要浪費時間了 所有的觀眾朋友 特別是我們台股直播室 每一位觀眾 你現在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現在 那你就可以直接加入我的LINE 好友好不好 你說加入LINE 有什麼好處 來看著他 看著他 這個就是你的手機 這個就是 我們所有我的LINE 好友 不是會員 我現在講是LINE的好友 這是我們在 我給會員禮拜五的研究報告 我是不是禮拜五 當天我就貼在LINE上面 跟各位說分享 上圖這個是不是叫PSY 對嗎 這個是八連勝嗎 那你就看 看今天是對還是錯 今天如果是錯 就八連勝結束 今天如果是對 那你就變九連勝 不是每一筆 五 六 七 八 不是八筆全勝嗎 對不對 好再來 我是把每一筆 一 二 三 一 四 五 六 七 我是不是一筆一筆 一筆一筆畫給各位看 來來看這個 這是什麼 這叫PSY 這是今天早上開盤前 這開盤前 各位LINE的好友 開盤前我沒有發這張給你看 發我們的PSY 有啊 這個叫做鄭伍時 鄭伍時在哪裡 在這裡嘛 那在今天早上開盤前 他是不是在這裡 接近鄭伍時 還沒有到嘛 對不對 好再來 開盤之後 是不是跌到這裡是多少 負50 你自己用眼睛看 八點四十五 你自己看 各位LINE的好友 你不是會員 我又沒有傳給你看 你還做不到 那就你的問題了 誰叫你不參加LINE 有嗎 有 轉 折 這個叫正五十 這個叫負五十 中間叫零軸 這叫正五十 最上面這裡叫正五十 這裡叫零 這裡叫負五十 正五十零軸負五十 這個叫日金指數 日金要看十分的 我講一次 台灣台北股市所有指數型相關 麻煩你看五分鐘的 日股的部分 我們講過日股你要看十分的 這裡叫負五十 負五十在哪裡 在這裡 這裡叫正五十 正五十在哪裡 在這裡 這裡 上個禮拜五這裡叫正五十 你在正五十上個禮拜五去買日本股市 你當然要重上 那這裡呢 你自己眼睛看 那請問 我現在不是跟 所有的會員你當然看得到 對不對 可是假設您還不是會員的 你是我們台股直播室的觀眾朋友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NE 我會貼在LINE上面 我會開盤盤中貼給你看 這樣可不可以 那你還看不懂 你就繼續亂著好就照著做了 好你要放輕鬆 照著來 那整體上我的看法 最主要 台股今天沒有說開在盤上開在盤下 其實最主要就在於 日本針對南韓最主要在 電子相關尖端科技的原物料上面做射線 這個射線目前最低線受到影響的 當然是主要 是以半導體為主 比方說像光阻劑 像石刻氣體 就是那個氣體要有 要酸鹼性去侵蝕 劃出那個電路線 所以整體上我們的看法 台北股是渴望 對於相關半導體類股 在本週你會比較正向去觀察 怎麼觀察 因為在上個禮拜 那外資是淨匯入 以台北股市為例 以台灣為例淨匯入 那去觀察本週從今天開始 看到禮拜五 針對外資主要買鈔的標的 你就今天晚上 外資買賣鈔交易所會公告 那公告之後你去看 你要不是他看單一 好不好 你要看整個類股族群 就是說 在今天 特別在今天這種狀況之下 那麼外資主要針對哪些 你說真的嗎 天啊 那些銀匆 納斯達克跟加權指數 對不對 紅配綠藍 那因為太多顏色 我怕你分不出來 所以呢 好 這上面只有三個商品 分別是日本股市 南韓的卡斯比 跟加權指數 一看又不一樣了 誰是永冠三菌 當然是加權指數啊 各位你看著它 一樣是從去年的9月到今天 這邊是古年的9月第一個交易日 到上個禮拜五 那我們把上陣拿掉 道琼拿掉 Neste拿掉 對不對 那我放上兩個 在時區上面 比台灣早一個鐘頭的 叫做日金指數跟漢城 同樣的觀察時段 不同的商品放上去做交叉比對 一比對 哇你那台北股市有夠厲害 你自己用眼睛看 把這裡放上去 右側就好 右側 最強的是誰 當然是加權指數 不然會是誰 那不叫加權 不然難道會是 這個是日金 最底下是南韓 對不對 他當然會最慘 那還用講 他尤其修理他 對不對 然後不管這次的中美貿易的摩擦以來 加上他又把它修理 這個當然是第一名 這個還要說 這麼簡單的事情 這個道理 我相信大家 我的看法 這個禮拜應該會表現很好 特別是在 7月11號以後 應該會走得更穩定 排骨 你做參考 我做這麼久了 我怎麼不知道 就是過去歷年來 歷年來 台灣 不是有政黨一直在輪替嗎 可是呢 都有一個共通現象 就是 這10幾年來 將近20年 台灣領導人出訪你知道嗎 股市都表現不錯 我跟你說 今天在出訪期間 不管哪個政黨 都表現還不差 所以呢 來看著他 我的看法呢 台北股市真的蠻強的 所以你不是不能做空 做多做空都OK的 照著做 最主要一樣 回過頭來 歡迎各位可以加入我們LINE的好友 畫面上您所看的是日經 這個最主要就在於 這是今天早上 我貼在LINE AT上面 給所有LINE的好友做分享 歡迎所有的朋友 我們運通財經台台股直播室的每位觀眾朋友 歡迎你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AT 成為我們的好友 感謝你 謝謝 拜拜 謝謝 並通財經台為投資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急問急答 台中及時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正期锁定另控彩天台 台股直播室 A++智能演算四大优势 A++智能演算六大安全公事 三十年来城市交易大要进 A++智能演算建议先与服务人员联系 0800-555-808 0800-555-808 无关系欧白后的风景也是宝宝 无关系台湾也是全世界 用心用爱 让欧大家生活又更好的希望 2019风起云涌创造未来迈向成功 全胜大师一击棒 无关期末一法照 现在就在你夺得头部和一辆的高级第一条 立即拨打0800-555-808 0800-555-808 车怎么漂亮啊 别人在看呢 立方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导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星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消费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四 无人受伤时 三 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